五眼聯盟國家發表聯合聲明 批評人大通過有關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決定 促請立即恢復有關人士的議員資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聯同加拿大、英國、澳洲和新西蘭的外長的聲明說 決定是繼實施國安法 押後9月的立法會選舉之後 進一步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權自由 又說中方的行動明顯為反對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義務 還有對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以及言論自由權利的承諾 促請中方停止損害港人選舉代表的權利 北京和港府應該尊重港人表達意見和關注渠道 以維護繁榮穩定